你跟他嫂子扶着玩就完了 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 嫂子照顾这个家又照顾正果了 还换不回来你的灰心转意 不是 你怎么着 你是真打算跟那个那个 宋天然好上去 没考虑过 你是没考虑 人家那门考虑了 天天对你这么上心 又是给正果瞧病 又是给你拉广告赞助的 这是为了什么呀 这就是准备参与内政外交了 你知不知道 原件的是好意 他这好意怎么不冲我来 偏冲你来啊 哥 我跟你说这事你真得想清楚了 要不然到了最后 你两头都不老人 吃亏的是你自己 你说你那么聪明一人 你怎么就想清楚这事 你说你咱俩你怎么说的我 你现在能不能 行行行 行了 还好你自己的生活就完了 我去吧 反正啊 嫂子是这个家里人 你要是想换别人 打我这块就过不去 行了 哥 你照顾嫂子吧 我先走 算了 算了 她这么晚了 你再去对付一修吧 不行 那你回去 怎么样啊你那边 还行吧 那方文她妈 她妈呀 还那样 没事吧 我习惯了 对了 我跟你说这老太太呀 挺有意思 她绝对是生错年代了 要是生在旧社会 绝对是一特好见别 行 我赶紧回去吧 行 那你早上休息了 头疼吗 怎么着 是不是又让你看笑话了 我昨天晚上 是不是又丑太百出了 还好你自己说了 昨天晚上 是你把我接回来的吗 还不糊涂 昨天晚上 那宋天然是不是来了 以后不能喝就别喝 何必呢把自己喝成那样 来 赶紧吃点东西 要不然胃不舒服 好 不喝不喝了 再不喝 我发现啊 这酒吧 这酒吧 能把人给喝糊涂了 也能把人给喝清醒了 这还喝出哲理来了 我想明白了 郑达 我搬走 你怎么这么想啊 雨晴 你跟这个二母不合适 这一事你就别管了 我不想再跟你纠缠下去了 这样啊 伤的是你 害的是我自己 那你也不能这样啊 谁捏你走了是吧 谁说你捏我走了 这回啊 是我自己想搬走的 再这么下去啊 伤的是我 害的是你 没这个必要 这房子有我一半 摆在这儿谁也搬不走 我也相信赵成大 不是赖账的人 我搬走 不要我了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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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了 大哥 嫂子 瓜 嫂子 有时间回来看你呢 你想嫂子了 就给嫂子打个电话 嫂子 我 嫂子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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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 你哥在里边呢 郑大老师 证明看你可以比较一下 这次晕倒啊 是患者受到了刺激所造成的 像郑果这种病啊 最怕受刺激 那他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目前来看不会 这个还需要你们家属啊 更加细心地照顾他们 这种病啊 与其说是在折磨病人 还不如说是在考验我们家属 不过这几年啊 郑大老师 您做得已经很不错了 好 想这些看得起来 差点点 就更多了 没吃什么的 你们 你不会又吵架了 哥 你又吵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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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 你一会胖我 我犯了 你能产虚人 我们的事你别跟他下车吧 行不行 那请我呢 余总监 我正在 我知道 那个 你看我家里面现在有点事 我能不能不去 好好好 我马上等 好 果儿 来 到哥这儿 来 来 那个 哥台里边有个会得去开 你在家乖好不好 一会儿跟嫂子去面馆吧 好 谢谢你啊 师父哥 你慢点啊 哥 嫂子 你跟我哥没事吧 嫂子 这样 待会儿你让果儿跟着我就完了 完了你有什么事你忙去好不好 我想跟着嫂子 果儿 这样 你先跟二哥去玩一会儿 要是想嫂子了呢 就来面馆 好吗 这话呢 哥 二哥好 玩一会儿好吗 玩一会儿就来 玩一会儿来 等面馆来找嫂子 嫂子你慢点啊 走 乖 走了 快点 大朋友 你来温情 书 好了 这是 你care士 离子 周雨晴 没事吧 没事 一个女人喝醉了 还能那样念叨一个人的名字 说明那个人对她很重要 你喝点什么吧 好 随杯 服务员 你好 给我杯咖啡 好的 谢谢 这么多年 我习惯了任性 从小就信奉着拿来主意 只要我想得到的东西 就一定要得到 包括感情 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 都不敢明目张胆地自私 相反 要用无私掩盖自私 但是只有爱情 每个人都心安理得地自私着 当我听到 你在正在说 说出要勇敢去爱时 我被你感动了 我带着幻想 朝你迈出了第一步 当时我在想 你已经在我的手掌心里了 但是 当我昨天看到最久的周玉晴时 我动摇了 我一直这样问自己 我有没有他那么爱你 我越想 越觉得我是在偷别人的东西 虽然你们已经离婚了 当你不如另一个女人 在爱这个男人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男人 还给那个女人呢 我犹豫了 但是我知道 他比我爱你 比我有责任 天然 我承认 我的情感在某一个时刻 犹豫过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给了你现在看起来 不太正确的情感信号 但是当我一个人 静下来的时候 我总在问自己 我需要什么 谁对我是重要的 我脑子里只有周玉晴 我想我离不开他 我知道我伤害了你 对不起 在爱情里 不应该有对不起 我没有必须 我可以是想我 是要请你 我的天哪 我还会想我 我一揄 你姆別 Annoyie 我来一揄 你来不做 我们曾经一起唱歌 有一句话藏在心里不曾对你说 有一段情这么多年无法割舍 有一颗新日里夜里都不能停歇 爱 不要错过 不要让幸福变成明天的传说 爱 不要错过 不要让失落把心紧锁 爱 不要错过 别以为属于你的脚步去把握 爱 不要错过 别以为之中人散 爱可以重新来过 别以为之中人散 爱可以重新来过 对不及这一夜 ag an 小朋友早 雨晴啊 我说呀 你们该给郑果啊 找到人家嫁了 她总不能说 老跟你们一辈子吧 我说也是 其实啊 我给郑果找了一个 我觉得挺好的 可是郑大看不上 郑大以为她妹妹是谁啊 真是 以为七仙女啊 这七仙女又下凡的时候 不是也在咱们这地上 找个牛郎吗 这放牛的而已 其实啊 郑果平喜欢那人呢 就是这么大 憋不过这劲 这么大憋不过这劲 我看你们呢 都憋不过这劲 你看 怎么说着说着 又说去远了 先开开 嗯 你知道吗 这人生啊 就跟这卫生纸似的 七扯八扯呀 都扯完喽 行了嘛 糊了 快快快 来 敬菇 来 来一下 干吗 这个 请 这是怎么了这是 弄得更浪漫的呀 还有蜡烛 咱俩多长时间没喝酒了 三年多了 我记得我怀好好的时候 就没喝了 没跟你喝 后来自己也喝过 让我保自己喝多了 算了 不喝了 别 我怕我喝完了 逞太百出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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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说的 喝点 你是不是没跟宋恋燃喝够啊 我是跟他见面了 但是没喝酒 其实我跟他也没什么 我可能给的他一些不太 不太准确的信号 让他误解了 我跟他解释一下 秦升大 我觉得你特别不靠谱 我觉得你就不能找宋天然那样的做老婆 能行吗 那种人哪 做朋友 做情人都行 绝对不能当老婆 根本就不踏实啊 再说了 你们俩差那么多 不你多说 就往后再说十年吧 你说十年以后你扔面了 他呢 风花症冒 你到时候再有个病啊 在这儿的 他能在病床上守着你吗 不可能 我怕不靠谱 不靠谱 我不靠谱 你靠谱 你看每次我喝这 听这桩啤酒的时候 总会想起一个人 谁呀 这多像二猛啊 讨厌 我干吗你不在这儿呢 聊吧 回去 聊一会儿 聊了 说整个 说整整个 其实吧 我觉得你跟二猛 那才就是不靠谱呢 他对你的感觉 感情 其实还停留在 同桌的你 对对对 同桌的你 同桌的你 他没成想 这过去这么多年了 什么意思 你那意思 现在我老了是吗 人老猪黄了是吗 你倒是倒是 比同龄人怎么也能 年轻的几岁 你那你 那当然了 跟你说实话吧 我跟二猛啊 根本就不可能 我也没往心里去 就是想撑心气息 你呀 郑大 你说 其实 我跟你离婚的时候 我就想好了 我再也不找了 我就带着好好 就那么过了 你呢 你呢 我是说如果 如果再让你找 你找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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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应该煮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郑果 你画他 最好看 郑果画得越来越好了 嫂子 大盛子 你这是干吗呀 给我跌回去 嫂子 我既然把它撕了 我就要负责任 这个店我盘了 你盘 开什么玩笑 我没开玩笑 我给你开玩笑 至于钱的问题 你不用多操心 我这几年出租车 也不是白盖的 开个键把手的 行 你既然想回那个店 你跟我说说 你盘个店的理由 理由 不就盘个店吗 我 我没有什么理由 行 那就算了 走走走走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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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啊 你也知道 我喜欢郑果 你盘这个店 跟郑果有关系啊 有 当然有关系 嫂子 您想 你要是把这个店盘给别人 郑果不就不能在这儿画画了吗 我把他盘下来 都是为了郑果 我不想让他离开这片 他开心的小天地 嫂子 这个理由行吗 大顺子 你成心来给我搅局是吧 真不是 嫂子 你就 你就开个价吧 行 那我就跟你直说 我想在我妈那个附近哪 租个房子 可是那儿低价贵 一交要交一年的 我也想多挣点钱 给郑果看病 毕竟他这样跟我也有责任 如果果的病治不好啊 我会一辈子内疚的 嫂子 我多赌 你嫂子我不是贪财的人了 我知道 嫂子 所以 你开店了 我保证不还店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我要是把这个店盘下来 我应该就算是老板吧 那当然 那我想雇你 帮我开着这个店 我 这不大合适吧 嫂子 你往外盘这个店是为了郑果 我盘下它 也是为了郑果 只要你答应这个条件 你就能帮我照顾郑果 嫂子 你跟郑果你们两个人 谁都不能离开这个店 就当我求你了 我 répondre 我一定要在自己的街上 我买了 你不应该怎么会 你买了 大哥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买点东西 我也给果买点东西 大哥正果怎么样了 挺好的 这个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你看把你们两口子 都折腾够抢 这个 挺好的吧你们 还好吧 我就是一想起正果吧 就觉得对不起他 谢谢你 但是你也不能老这样 对吧 那样你也对不起夏秋啊 我觉得 一段伤痛不在于 怎么忘记 在于怎么重新开始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 重新开始 就不要让自己太累 自己要觉得累了 无非就是放不掉架子 撕不开面子 再或者就是 打不开这个情节 对 我想你跟果的情景 是该解开的时候了 好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大哥 好好好 那再见 郑大老师 上开车呢 啊 你小子怎么开车了 找死人啊你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赖我赖我赖我了 出这么大事怎么办 对对对对 赖我赖我赖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信我 你下伙下伙 什么意思啊 什么态度你 你听不懂 撞着人 郑大老师 站住 站住 郑大老师 算了 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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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啊 坐坐坐 别生气 别生气 跟这种人生不起气 真的 您别跟他计较 别跟他计较 上车吧 我倒没事 郑果跟我说啊 开车 还有平时 都别跟人起急 这儿东西出事 我听郑果的 好 郑老师 赶走吧 我送人去回家 来来来 明天别忘了接我 谢谢郑大老师 郑大老师 那个 我明天 能带郑果出去玩吗 注意安全 谢谢 谢谢 谢谢郑大老师 那边我可以了 そして这道别心 我都没有打 gesch 对呀 去做什么 然后是我的 我都没有打 открыв了 我还不想评了 我还不想向你 我还不想打电话 让我还不想打电话 我还不想打电话 以后你就别让鬼到面馆去了 准备晚上你还要送他 对了 我跟你说个事 大顺子已经把那个面馆给租下来了 他不开车了 他开 他雇我当那个经理 大顺子这孩子真不错 其实他租那个面馆都是为了正果 能天天去那儿画画 以后你想人家把好处想 大顺子这脾气真是变了不少啊 那是 一物降一物 正果把它给降着楼上 那个 你一定要租房了吗 我又降不住你 你也不待经我 我还赖在这儿干什么 对了 以后 你需要我的还可以找我帮忙 你爸来了我也可以帮你演戏 正果呢我也可以帮你照顾着 其实啊 什么都跟原来一样 就是 我不住在这儿了 那房款 你让我还一还 那房款 没事 什么时候有再说吧 大不了 我嫁个有房子呗 对吧 雨晴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看 以前你说这话 就觉得身份 这么客气 不过也是 都不是夫妻了 就应该客气客气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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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给你机会 其实我一直都给你机会 其实一直都给你机会 听着朋友们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我想说几句心里话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我以为 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碎 而一个人最累的事情又是什么 是要亲手 把破碎的心 粘连起来 正在说主持了这么长时间 我听了太多的分分合合 甚至被太多的分离麻木了神经 每一对离婚的夫妻 在他们离婚的时候 为什么不去想一想他们当初的好 哪怕他们只是用一丝的闪动 也许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 当初选择结婚 是因为看上眼了 而现在离婚 是因为当初看走眼了 askiva opening 两人的感情时间 我们真的应该多向我们的前辈学习学习 他们用自己对婚姻的忠诚证明 一个人应该是婚姻为一辈子 而不是一阵子 两个人的婚姻世界里 任何一方都没有自私的权利 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对不起 我的话说多了 听一段音乐吧 来 大顺子 这些啊都是账本 你好好看看 嫂子 你这是难为我的 我打小数学就不好 我就不看 我看不懂 还是看看吧 好好看看 看看呢 然后再好好想一想 值不值得来要这个面馆 好好好 我看 嫂子哥 谢谢 好菜 这好大呀 是 这果啊 中间有人买花吗 有 我要攒起来 给好方买冰冰冰冈 攒起来啊 要不然哥一会就带你去好不好 吃完苹果就吃 好 快吃 是 孙子 你以后 也对果这么好 早就放心了 好啊 啥都忘了说了 你看我表现吧 真的 好大嘴 郑大 你坐这干嘛 这不等你呢吗 等我 你在加盟棍等我 等我干嘛 你在广播里啊 和那么多人说那样的话 你就不能跟我说句软话 你还怨我 你呢 把二某都招到家里来了 就不怕事大一点 那是你先把宋天然请家里来的 那是两回事 怎么两回事 二某来了 你还在日历上画红圈呢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气我 我还让二某来 我还得画上红圈 来就来呗 那我就把天然叫呗 我画两圈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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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